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数尾的POP最正点 10点05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们这一小时带大家来聊聊创业与梦想 也很荣幸的在这边跟大家宣布一个讯息 就是我们即将在4月份 有两位新的同事是优秀的主持人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企业家 麦登峰集团的董事长 庄小青老师 老师好 舒伟好 您好 大家好 我们即将要共同在这个POP Radio联播网 我们要创造优质的节目给大家了 对不对 是啊 没错 好 然后庄小青老师还有一个搭档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民姑姑海玉芬 海芬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海芬 好 节目在4月4号 每个礼拜天的下午4点到5点 会跟大家见面叫梦想起飞 所以会访问很多很多像这个庄小青老师一样 在这个人生梦想当中不断往前进 创业的女性楷模 可能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听了之后就会觉得 哇 充满了激励 好 那这个大家对于魅登峰集团其实非常熟悉 相信我 你可以做得到 是啊 诶 老师我跟你说 我从小就是看那个公国啊 然后就很想要让自己变得这么漂亮 是 那很好啊 那所以你看啊 你维持得非常好 对不对 你看我昨天啊 我昨天去高雄出差 是 然后我出差的时候啊 其实大家看到我 然后就说 诶 你都没努力 我说是 维持得还不错 真的维持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 从 就是我觉得从那个什么 就是说自己在那种 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设定一些目标 对 那比如说呢 你在30岁的时候 你就设定说 诶 我如果到50岁的时候 还是跟现在一样的话 那这样 那你的那个什么 你的那个 你的皮肤啊 还有你的那个身材 也会很美丽 然后再来的话 你应该也会变得很健康 因为其实在减肥的过程里面 我们其实在那种 它的成功跟维持的关键 其实是在那个吃东西的那些内容 就是哪些东西是你可以吃的 你吃了以后不会得癌症 吃了以后不会得糖尿病 吃了以后不会变成脂肪 哪些东西吃了之后会变成肌肉 这样 所以其实是学一套这个健康的健康管理 就是那个饮食控制 其实在美国跟日本跟法国 其实非常多 尤其像那种医学院啊 那种体重减肥中心啊 就是其实在美国很开放 然后美国有很多人都很胖嘛 所以你看很胖的人 他就会有很多的慢性病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美丽不是停留在你擦擦保养品 因为你擦保养品 你去做那些医美 那些东西说真的都不是 真的很短暂 然后真的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你的这个健康的问题 就是健康的问题 那因为这个魅登峰集团从 你看在台湾 这个可以说是让大家知道女人要美丽 是不分年龄的是一种流行趋势 就是海芬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对因为我觉得庄老师很厉害 因为我们常常讲动靈这两个字 可是老师是在台湾算非常非常早期 就开创了告诉大家你要在最美的年纪 在那个时候动起来 而不是到年纪到一个阶段了 才说啊我突然想起来我要让自己变漂亮 我觉得老师是从根本开始教大家 对而且就是找回自信 好那从那个我们知道说要瘦身啊 塑身啊美丽到现在 也要告诉大家说要健康管理 好那其实魅登峰集团 大概已经40年了吗 有哦已经40年43 哇那这中间也是从老师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创业 然后中间也是经历过很多的这种 哎这个努力然后突破一些 不要说挫折突破一些挑战 对不对 然后现在其实就是魅登峰集团就一直在高峰上面 我其实在30年前在打魅登峰的广告在做品牌的时候 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在澳美上班 然后他跟我讲说 哎我跟你讲 如果你那个做一个事业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成立一家公司 那如果你可以把公司变成品牌 那你这个品牌就可以永续 然后他就举例他跟我说你看麦当劳他有那个 比如说你看到那个麦当劳的那个M 然后看到那个麦当劳爷爷叔叔 那你就会想到什么想到那个欢乐 就想到欢乐 那人家看到魅登峰会想到什么 没有啊 以前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以前以前就没有品牌啊 以前就没有品牌 以前没有去做品牌的一些塑造建立 那其实品牌的塑造跟建立 你前面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比如说从店里面的整个定位服务策略 产品的定位课程的定位还有团队 那整个那个服务模式 然后还有就是说 当然最重要就是要真正能够帮消费者解决问题 没错 你要能够帮他解决问题 消费者很有感的 对对对 你要能够解决问题 而且这个解决问题必须是 比如说像我那时候就想说 哇这么多学问哦 哇这很困难吧 就我朋友就说你自己想想看 我就回去想想想想 想了差不多三个月 然后三个月后我就跟他说 我决定要做品牌 然后他就说那你准备多少钱 我说没有很多钱 我就说现在有的钱就这么多 然后他说好吧 我说好吧那你等我 我先把全省的店全部翻新 然后再来你等我 我去招募一批新人 你等我我到国外去考察 我就去国外考察 招了一批新的人 那把我的策略啊定位啊 一些我的这个课程内容 整个都全部翻新 然后翻新完了 通路要先开嘛 不然你打广告那么多钱 对啊 广告找人人家找不到你 找不到也不行 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就全省开了 76家 很多 很多很多 真的非常多 然后我就一个人又当总务 找店也是我找 行销也是我 做教育训练也是我 国际贸易也是我 财务也是我 所以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真的是 这个要有策略要有想法 然后精力无穷 因为那时候没有钱 请那个总部的人 那时候 然后所有的那些 一些广告公司的人 通通都是阿璐 就是通通都part time case by case 所以你看创立一个企业 刚开始没那么多钱 创立一个企业集团 真的是很不容易 包括了呃 人工的培训 整个企业的SOP 或者是大家为什么 对于魅登峰的形象 建立的这么的深刻 是 对 想到就是 想到就会想到 你们的那个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然后就会想到 哇 这是女生要找回自己 然后居然还有人在App 上面说 他都知道代言人是谁 对啊 对啊 我跟你讲 那个 那个什么 我 我那个时候啊 就是广告公司的 那个广告的佣金很贵 17.65 哎哟 我一听天哪 这怎么那么多钱 等一下我misscate一下 老师不能把太多商业机密 告诉大家啦 老师数字我们保养一下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状态老师 就是你长期以来 保持你的体态啊 自信 然后很多人看到老师就说 老师你也太动靈了吧 你也太年轻了吧 那你自己的保养方法是什么 其实我自己 我在那个 我在吃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不太会吃什么 面啊 面包啊 就是淀粉啊 就是糖类的 就是淀粉 淀粉跟 去糖 不是去糖 就是淀粉 就是 关于这种糖 有字边的糖 不是米字部的糖 也是米字部的糖 两个糖都不吃 都不吃哦 我都不吃 然后 因为你 你这两个糖 你把什么水果吃啊 然后你把面啊 面包啊 这些东西啊吃了 然后它就会变成 存在你肚子里面的那个脂肪 它会变脂肪 那有的人觉得 是不是我少吃油 其实油对身体是好的 你吃油不会变成脂肪 然后你吃 比如说像那个蛋白质 像牛排啊 鱼排啊 鸡腿啊 猪排啊 这些东西其实好东西啦 蛋白质 对我们身体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食物 嗯 所以老师就是很挑东西吃啦 对 我很就是也对啊 然后那个其实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然后也也不会说觉得很痛苦 说都不能吃到好东西 就是好东西也是可以吃 可是你要知道怎么挑 其实我跟你讲 比如说像我们的认知是不一样 比如说你觉得好东西是麦当劳 跟那个什么薯条 或者是你觉得好东西 可能就是那个什么鹹酥肌 可是那个东西我看到之后 我会觉得很恶心 因为我本来就觉得 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 血管会不好 心脏会不好 又会变胖 然后增加自油剂 然后增加得到癌症的风险 然后又会增加皱纹跟黑斑 所以很多食物就是 我看到食物的时候 然后我的那个眼睛 跟我的那个大脑的联想 什么是好东西 什么是不能够太有负担的 好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麦登峰集团的董事长 庄小青老师 还有海玉芬海芬 来跟我们聊聊创业与梦想 马上回来 10点18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现场很开心 可以邀请到的是 麦登峰集团的董事长 庄小青老师 还有海玉芬海芬 他们两位即将从4月4号 开始有每个礼拜天的下午 4点到5点 有一个梦想起飞的节目 要告诉大家 创业与梦想 尤其是女人要爱自己 要让自己这个身心都很美丽 健康这个要从你的这个基础开始 那因为我们讲说 麦登峰集团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女人要美不分年龄的 因为像妈妈那个年代有没有 都觉得说好像要奉献一辈子给家庭 给老公 对不对 那海芬你会发现现在女生真的是 也是从那个 魅登峰的广告开始 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女人要爱自己 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我觉得张小青老师给所有的女生朋友们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思想 就是要聪明 就是我的聪明不是说心机很重的意思 而是你要很聪明的面对你的事业 跟面对你的家庭 在平衡当中找到就是不伤害大家 但是又最有利于大家的一个方法 而且我觉得老师很辛苦的一点就是 他也没有说因为自己的事业 然后让自己的家庭没有兼顾到 我觉得这事上很多的女生朋友们 找到觉得说原来我也可以 而且我觉得老师的工作事业题 帮助很多的女生找到自己的梦想 所以我们的节目叫梦想起飞 我觉得这四个字对于大家来说 就真的已经不是梦想了 它是一个可以找到实地完成的 是可以往前走实现的一个 可以让你觉得美梦成真的感觉 对因为我觉得像其实人 人的那个就是说你的快乐 跟你有没有钱没有关系 因为人你既然活着你就是要快乐嘛 那比如说那你说我想减肥 我是不是一定要花很多钱不见得啊 你花很多钱也不见得一定会瘦啊 可是你只要那个去学 比如说你去比如说像我们在那个我们公司 在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就提供了很多就是 教你如何减肥的方法跟技巧 其实我们是传授你一套一些自我减肥 自我管理的方法 所以通常客户减完肥之后 其实他都会很精准的减到T脂肪 跟内脏脂肪 那也可以很精准的 在一个对的时间点 比如说先减脂再增肌 那可能减脂 有些人是前面先一个月减脂 第二个月以后再增肌 有些人是要减30公斤20公斤 那可能先减脂 是前面可能是3个月 先减脂 然后后面再增肌 那我当然要讲一件事情 我要说的是说 其实减肥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功课 就是你在这一辈子里面 你减肥的时候 其实你需要的是方法 你不是需要去花很多钱 那很多事情是你要DIY 就是你要能够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 那你就可以维持不富胖 那我是觉得说 像我自己我在 因为我算是一个 自我管理比较强的人 你看我是摩羯座A型 那真的是 然后上升星座是处女座 是蛮严谨的 对啊也是好妈妈 对 所以呢你看哦 这种星座的人 他自我要求 对我自己其实是很严格的 就是不管是在自我管理 在美容啊服装啊仪容啊 就是任何 就是不管在任何 在做事业啊 不管在任何一个面向 包括说我今天对我妈妈 对我母亲 对家人也都是一样 然后对我的兄弟姐妹 要有爱 有爱 有爱兄弟姐妹 然后对员工啊 然后对社会啊 就是说这种 摩羯座A型的人 跟上升星座 在处女座的人 其实本来对自己就不会太好 是 就是演以律己啊 对对 对自己不会太好 我们是会自我虐待的人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这种人就是超级的龟毛 跟完美 所以呢 就是不是要求别人 是要求自己 然后就是永远就不会放过自己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在减重塑身 就是都放过自己 对对对 我是永远不会放过自己 不要放过自己 其实 我觉得那个是跟那个 那个跟生产八字有关系 对 然后跟你的命格有关系 因为 跟性格有关系 跟你的血型吧 然后跟你是什么星座 什么星座 然后我觉得跟这个有关系 但是我们如果去 老师像你们现在也有这个 预防医学健康管理啊 就是 如果我们很想要让自己健康 然后不管是减重啊 或是检脂啊 然后我们到健康管理中心的话 你们就会教我们一套 一套 食用在生活当中的事情 对 因为每一个人都来自不同的DNA 就是DNA 就是你的身体的 身体的那个DNA 就是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减肥不能看书 也不能只看菜单 你减肥 你也不能去吃减肥药 你减肥一定是要 从你的生活形态 开始改变 你要从生活形态开始改变 你要从生活形态开始改变 你就要先 先找一个专业的机构 然后去 请他帮你做 量身定做的 这个减肥的处方签 帮你客制化 客制化 什么事情就是要客制化 客制化很重要 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 跟体型都不一样 例如说海芬想要塑身雕塑的话 他可能要花很多钱 很严重 有吗 有啊 应该要跟老师合作 应该 对 这样子他跟我一起主持节目 我就可以 每一次主持 我都传授他一点点 那海芬也是赚到了 而且我是台湾最厉害最专业的人 所以你看我教他 他应该要付我好几倍 对 要加码 要付我好几倍 我觉得很多的不管是 好几倍的 对 我觉得好几倍的那个 对我来讲就是物超所持 跟老师合作 因为有很多的贵妇千知 都来找老师 都来找老师 等一下我比他瘦 哎呦你这样把海芬的那个 海芬会不会是最近 又要演戏有需求 我本来想说 对啊 因为我最近要演妈妈 所以要变得比较胖一点 后来想说没有 因为老师也是妈妈 老师还给我维持得这么好 没关系你如果演戏需求 然后需要再把他那个 雕塑回来的话 老师就会帮你 对 因为很多的 不是啊 你是演那个父妈妈 所以你就要胖一点 那你要贫穷一点 穷一点的妈妈 你就要让自己憔悴一点 对 很多女人 或是说我们一些朋友 名媛贵妇 不要说名媛贵妇 就是很多的女人 真的是把庄长青老师 当做他们的偶像 因为塑身体雕 就是老师是第一把交椅 大家都会讲 魅登峰 然后想到庄长青老师 那老师本身的这个故事啊 或者是他面对人生很多的这个 高高低低 他其实真的是勇往直前耶 所以很多女生就看到老师说 哇老师你真的是偶像啦 好很多女生的road model 那现在做那个预防医学的健康管理 拓展健康的研究 在这个部分 其实台湾的市场还是很大 对不对 其实我在那个民国八十大概八十二年 八十二年那个时候 就是魅登峰打第一支广告 在八十年的时候打的广告打完以后 就来了很多客人 那来很多客人之后 因为我重新定位魅登峰 魅登峰转型 从美颜转型到瘦身 然后瘦身转型的时候 我其实很在 我很在意 到底我帮你做的这些课程跟方法 到底有没有效 所以我就找了一些医学院的 跟政大的一些专家学者 帮我做一些统计分析 然后去分析完之后 发现很多人 他因为减重完了以后 他的那些慢性病 就自然就好了 就不要额育了 就不要额育 就减少就是去看医生 然后很多医生就是跟他讲 比如说有一个那个 以前那个刘尔金的妈妈 然后他去那个戎肿 然后瘟肿 然后瘟肿那个医生 拿了十几年的那个慢性病的药 每天都要吃十几颗的慢性病的药 然后后来 他妈妈就去再去找医生 最后最后去找医生的时候 医生就跟他说 妈妈啊 你最近到底是去看其他家医生的药 怎么啦 你只会什么 你的这些指数啊 本来都是红字耶 都是满江红耶 妈妈 你现在为什么都是绿字呢 结果那妈妈就跟他说 我去美登峰呢 然后医生就跟他说 美登峰 搞比我更厉害 搞比我更厉害 你去美登峰 我没想到 美登峰真的给你 改革在这里 慢性病的问题 然后那个妈妈就跟他说 六个亲妈妈就跟他说 哎呀 美登峰是营养师啊 美登峰有六大提醒啊 六大受生法啊 所以美登峰帮我做客制化啊 美登峰教我早上怎么吃 中午怎么吃 下午茶要怎么吃 然后晚餐啊 睡前啊 要吃什么东西 然后要去做 他们教我们的一些瘦身的减肥操 是 所以他这个落实在生活当中 而且是可以持续实施的 所以那时候 其实我很兴奋 就是我那时候看到 这样的一个结果 通缉出来有很多人 大概有80%的人 几乎都 这些慢性病的问题都改善了 然后我那时候 其实我还蛮兴奋 因为我觉得做一个事情 可以找到真正的那个价值 对 就是说你一个企业 在这个社会上 你成立了以后 你到底可不可以 我到底是给社会带来困扰 还是我给社会 还是我给社会带来是正面的价值 所以我发现我可以帮助大家 能够在医于未病 我觉得医于未病就是 大家应该要全民运动 大家应该要做预防医学 做自我健康管理 当你自己的健康管家 当你自己的体重管理师 是 因为有一句话就是 预防剩余治疗 对 所有的都从预防开始 然后从管住你的这个嘴巴 You are how can you eat 我觉得是眼睛 眼睛 眼睛就闭着不要看 眼睛嘴巴都要管住 眼睛不要看 嘴巴就不会是 那你如果发现自己管不住的话 没有关系 你可以去找这个 Madevon集团 有专业的老师 可以给你很多 你也可以来找我 你找我可能比较贵 对 因为要分级别 我算是我们公司最高级的 你也可以来找我 可以找专长青老师就是海芬 因为他跟老师现在要做这个 每个礼拜找一次 对不对 我可能跟他说我到了什么节目 我可能跟他说我到了什么节目 不会 老师帮助我们 老师应该会觉得 不是海芬也不会给我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再来请教这个 Madevon集团的专长青老师 还有海玉芬 然后他们即将在4月4号 开始每个礼拜天 有一个梦想起飞的节目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10点37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 Madevon集团的专长青老师 Madevon集团董事长 还有海玉芬海芬 国民姑姑 还有这个专长青老师 大家想到他都知道说 哇从你看 从这个什么硕森啊 美颜体雕啊 到现在美型 反正就是只要跟美啊 然后健康管理相关的 都会想到专长青老师 那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代言人 对对对对 一看到老师就觉得 哎呀 怎么会岁月没在你身上留下痕迹 而且你知道老师他拿出他以前的照片 他说是他以前 我说骗人 这是去年吧 好几十年的照片 现在是没有变 这没有变 真的很厉害 那老师刚刚有提到说 他们从这个媒体美颜的事业 拓展到预防医学健康管理 那预防医学健康管理 现在也是闲学了 就是全世界都在讲怎么样做预防医学 那当然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如果你想减重 其实减重是其中一个 但是其实要管理好自己健康 因为有的人瘦瘦但是有三高啊 对对对没错 其实那个在做 比如说我们在讲那个减肥这件事情 就是在台湾 目前台湾的肥胖人口 两个人就有一个人肥胖 就是肥胖的那个比例很高 然后其实肥胖一定有个原因 比如说今天一定是你吃太多水果 然后你吃太多的饭啊 面啊面包啊 然后你只要把水果跟那个饭啊面啊 面包啊把它戒掉以后啊 你的那些慢性病的那些指数啊 一定会下降 一定会下降 所以你就是不要而育 所以有时候你吃的那么多的药 比如说爸爸妈妈吃也好 你吃也好 不管谁吃的这些药 其实哪有一颗药是营养的啊 哪有一颗药 你告诉我哪一颗药是说没有副作用 全部的药都有副作用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没有办法去减肥 没有办法改变你的习惯的时候 你欢迎你哦 去看一下你阿公阿嬷的那些 医院的处方签 后面写的那些副作用 你去查查副作用 查完之后 你一定会想要减肥 想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你要相信决心 要有些动力 你知道吗 你要有个动力 你有动力你才会成功 有动力才会持续 对而且你有目标 你才会持续以恨 那像我自己 我其实也 其实我大部分都是为 我的动力大部分都是为了漂亮 大于健康 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是 比较在乎我 我有没有很漂亮 这也是一个动力啊 对啊 比如说你的动力是为了要谈恋爱 也是个动力嘛 是 你想要把自己嫁出去 你要结婚 也是个动力嘛 是 比如说你设定 你自己想说 我今天设定一个目标 就是我想要 在什么时候 今年是牛年嘛 那你设定一个时间 你觉得说 嗯 我在今年中秋节以前 我一定要把自己 要嫁掉 所以你就会有个时间 就会有个时程 有个时间 就像是健康管理也是一样 你就会开始动起来 你就不会一直说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 真的 因为减肥其实就是要马上做 是 可是马上做真的要有个清楚的 规划 目标 有动力 才可以持续以恨 真的 那像海芬我知道 海芬因为去年你才出完书嘛 海芬他其实也很会做料理 所以才会胖啊 这是一种职业伤害 很会做料理 那这一次要跟这个 你看 朱尤卿老师 要一起合作 这个梦想起飞的节目 那你应该是 私心也是觉得 可以 可以获得很多吧 应该是说 我一开始 接到这个 邀约 要跟老师合作的时候 其实就像刚刚舒威姐一开始讲 就是他是我们从小到大 偶像 知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招牌 然后就会有点点担心跟 就是害羞说怎么办 好像我们是血淋淋的 站在老师面前 就是那种就是圆形毕露的感觉 别人要衣服遮啊干嘛干嘛 但我觉得跟老师聊了几次之后 我觉得就像老师说的 他其实不是只是告诉大家 你要让自己变漂亮 我觉得健康很重要 所以来老师这边 除了是获得很多 就是关于自己健康管理的重点之外 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 没错 我现在是最在乎的 尤其我们现在的年纪又到了一个就是 我不想要再当赵九王五的上班族 我想要让我自己生活 更自由一点 对我不能够说赚更多的钱 但是我想要让我自己的生活更自由 属于我想要的快乐 我可能不是人家嘴巴说的 好像我一个月赚多少钱 我是很成功的女明星 都不是 而是我怎么样可以在老师的建议之下 就是创一个 我可以在我接下来的生活当中 属于我自己的 我可以拿出来 变成像是我的名片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才会觉得梦想起飞 我们要教很多 想要让自己的生活 过得更属于自己的女生 我觉得让大家怎么样 可以让你的愿望 能够实现跟起飞 我觉得要很谢谢老师给我 我先告诉大家 我们梦想起飞 我们没有秘密 我真的有时候自治老师说 不要把这么多的商业机密 因为老师真的 真的他对每一个人都超级的nice 然后他很想要请自己的那个权利 把他的人生所有的精华都告诉大家 但有时候我们要制止他 对 他说百分之几百分之几 他讲超明显 他说不行 那是商业机密 不要冲动 你知道老师创业 因为他从18岁 你说18岁 就从高雄到台南 然后呢 就创立了这个 魅登峰的前身 然后就一路这样子 创业之路真的是一个role model 可以怎么说 一个典范 所以老师你可以有很多的经验分享 是 其实我觉得在 像刚刚海芬啊 他说他要创业嘛 他现在在 在成立那个 那个卤胃 他现在是那个 卤胃的那个姑姑 卤胃的姑姑 卤胃的姑姑 博明姑姑 对 他现在就缺币啦 我现在要给他币 我现在要给他币 每天会给他全年 你知道吗 像很多学校 很多学校没有在教人家 你要怎么创业 创业这个事情 它是一个 每天你要面对一些很务实 就是市场的一些考验 那在学校读书 是讲了 老师教的就是理论 那理论很重要 我觉得理论很重要 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把 食物 比如说你现在创业的人 比如说你现在在外面 在社会上创业 那你在学校 你应该要回去 我建议你应该 你做了一段时间 比如说三年五年的时候 十年 我建议你再回 某一个 比较厉害的大学 去比较严格的大学 去比较严格的一个名校 然后我不能讲正大 像老师就是 就不能讲正大 又回学校去 我们讲正大 但我很想讲正大 因为我是后来又回去 学校练书 真的很不容易 然后去回学校练书 那个真的很有压力 你也真的 真的吗 对啊 对啊 你看正大都出美女 真的 所以我跟你说 如果你有很多的 食物的经验 你创业一段时间 我建议你 如果你要让你的事业 更上一层楼 你一定要回去 某一个大学 就是去好的学校 我断了去进修跟成长 我断了去进修跟成长 因为你去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一些 食物的经验 再结合理论 整个相结合 这样你的公司 就会越来越好 还有现在的趋势 要相结合 对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创业很容易 我觉得创业很容易 你要怎么样能够 让你的事业 能够一直持续的做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一条不归路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创业 就好好的做 专心的做 认真的做 因为所有的人都很认真 没有人会偷懒 没有人 就是说是偷懒的 因为想要创业的人 大部分都是有那种 老板的性格 那所以我就说 你一定要比别人更认真 你才会超越他 你才会变成很杰出 可是我说真的 创业要卖东西 你要卖东西 那个叫做买卖 买卖业 可是你要做品牌 那又不太一样 那你要把品牌做起来 然后再把它变成 是一个企业化 那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了 然后再来 你要把它进阶到国际化 那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不同 一步一步的 一个阶段性的那个level 那你要去准备说 未来你如果 未来你有幸 如果万一有机会 像我这样子 你如果像我这样子 这么幸运 我已经可以做到40年了 我也觉得 回头一开我也很开心 虽然那个过程真的是 真的是稍微的那个 有点残忍 血淋淋的那些 一大堆那种乱七八糟的教训 明明就没有卖过奇品的化妆品 也可以被报导成 变成头条新闻 在公司 一个礼拜瘦8公斤 整天哭啊 嗯 就是 所以你都不知道怎么办 会有很多的挑战 你都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再来就是 明明包圈董一婷就没有抽职 同一也可以把你讲成 说什么抽职啊 广告是假的啊 什么 啊那个也是 真的好想哭喔 就觉得真的是莫名其妙 就是创业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 一些打击和挑战啦 但是都要一一的去面对 嗯 可是我觉得这些事情 其实还好 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能够让一个 企业建立很好的团队 嗯 做事业最重要的 不是你个人 对 是你的团队 你有没有办法 让你的优秀 跟美丽 复制到一百个人 跟一千个人 嗯 你要让 你所有东西要标准化 你标准化规格化 那你标准化规格化 最困难的东西 就是价值观 跟企业文化 嗯 那你价值观 跟企业文化 你这个老板本身 就要花很多时间 好像那个神父一样 好像那个牧师一样 好像那个教练一样 传教者一样 传教者的精神 永远不放弃 真的 所以呢 就要一直的coaching coaching 那个coaching不是技术的coaching 是态度跟价值观 就是要让 每一个人的价值观 都很像 是 然后让这个企业 有很好的企业文化 嗯 这样子你的公司的员工 他们才会 想的东西 才会跟你一样 价值观 会相同 往同样的目标前进 哦 是 那很不容易 很花时间 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要很有耐心 对 一个企业走四十年 然后都还是一个领导品牌 那其中经过的一些挑战 要一一的克服 不断的 upgrade 不断的这个升级上去 那现在做这个预防医学管理 其实也是 就是让很多人在面对健康这个事情 他会有从根深蒂固的知道说健康要从哪里做起 那像海芬你自己真的很厉害 我就会很懒的人 如果我没有 比如说我很想演戏 那就觉得不会有人给你机会嘛 大家就觉得你是一个插科打魂的主持人 那我就会给我自己 可能我这三年的时间 我把主持的量减少 我就是什么角色我都要演 即使是演鬼 我都要去演 演零演我都要 然后你慢慢开始累积了一些经验 跟所谓的人脉之后 你后面的路就会比较好走 那当然有很多的打击 就像刚刚老师说的 可能很残忍 可是当下你觉得受不了 可是你过了好多年回头想 会觉得好好笑 就觉得我原来曾经有这么多有趣的经历 然后可以跟更多的年轻朋友 或者是想走 跟你差不多行业的朋友分享 是 所以真的很期待 梦想起飞 每个礼拜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 从4月4号开始 那这个我们的专长青老师 还有海芬 就会访问很多的想要创业 或是已经正在创业的朋友 大明星们 我们会希望能够 因为我跟老师是完全不同领域 老师有很多的成功企业家 他们可能也吃过很多苦 受过很多打击 那我这边会有很多的艺人朋友 你看 大家都会觉得艺人傻傻的 好像创业 对他们来说 现在艺人创业很多 对 我要邀请这些聪明的艺人朋友们 跟大家来分享 如何聪明的创业 哇 然后又可以跟那个专长青老师 一起切磋 切磋 对 所以像老师 你在这个节目当中 你最主要想要给这个听众朋友 什么样子的一个价值 我觉得在节目当中 我想要教大家一些 比如说像 因为每个女人 其实最开心的事情就是 让自己变漂亮 就是女人都是很爱漂亮 不管那个女人是80岁的女人 你看这一次那个张晓燕的妈妈 那个晓燕姐 晓燕姐的妈妈 你看80几岁的还穿旗袍 有没有 然后其实我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美的代表 那所以呢 你看哦 就是要 第一个要先教很多女生 怎么样能够在不花钱的情况之下 可以自己 那个在家里 就是一些 落实在家里的一些 瘦身的小配包 是 生活当中的小配包 要跟你分享哦 是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听我们的 一定要记得收听梦想起飞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10点51分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哦 这个今天邀请到的是 呃 魅登峰集团的董事长 庄小青老师 成功的女性创业家 也是很多千金贵妇明星的 健肥美颜塑身专家 而且很多人哦 是从年轻的时候 老师就看着她这样子 在 在魅登峰哦 就是让自己变美 然后可能现在都已经 比较成熟了 可能有些都四五十岁啊 甚至年纪更大 你 其实哦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 他们在魅登峰就是 接受受身啊 做这个体重控制的时候啊 通常哦 都会逆龄 就是说她可能年纪 越来越大 身分真的年纪越来越大 可能已经五十岁 六十岁七十岁 可是看起来像二三十岁 我真的有一次看到我 我那个客人板架 我那个客人我吓死了 我说 好那个 真的好像二十二岁 她比你还漂亮 你就是没去魅登峰 哇那我真的要去 我再回复一下 跟我女儿一样小 跟你讲魅登峰的会员卡 所以你要来拜托我 真的是太厉害了 所以每个女人要变漂亮 要来我这边敲敲门 哎呦真的 敲美丽之门 是然后还有截取智慧 对 这个张晓晴老师她在创业上的智慧 在人生的智慧 然后怎么样帮助大家变美变健康 我想即将在四月四号开播的 每个礼拜天下午四点到五点的 梦想起飞节目 张晓晴老师还有海芬 因为很多的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很多的贵妇名媛千金 还有很多的妈妈们都会去找 这个张晓晴老师 希望这是可以帮助她减肥啊 美颜啊塑身啊 健康管理啊等等 那现在大家听节目 又可以听到创业的一些故事 对不对 又可以听到老师的这种智慧传授 其实我觉得还 这个是我的心愿啊 我跟你说 这是我的心愿 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 好像时间到了 因为我一直都在幕后 我一直在我总部上班 然后我一直在接受一些训练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蜕变 需要一点时间的酝酿 需要一点时间的酝酿 那我其实不是一个很造计 就是不是一个很急的人 就是我觉得慢慢来这样 然后现在已经六十岁了 不可能 所以呢 看起来真的是很年轻 这个时候呢 再不出来呢 就太慢了 大家就忘记我了 哈哈 所以周长青老师 现在是要走到这个 我们的节目第一线 来跟大家亲自分享自己的很多 因为我觉得那个 美丽漂亮也是一个梦想 创业也是一个梦想 然后你要当家庭主妇啊 也 我觉得那个都很OK 不管做什么事情 只要是你设定的梦想 自己定了的梦想 定了目标就好了 要活得快乐 老师又很可爱 比如我们一直很想跟老师说 老师其实对于 所有的女生朋友来说 她是美颜 然后媒体 或者是体雕的教母 或者是女王 或者是女神 可是老师就会觉得说 我不要那么的 跟大家有遥远的距离 有距离感 我要非常接地气的 跟很多的 不管是什么年纪的女生朋友们 我们要拉近跟大家 实现心里面梦想的秘密 所以我觉得老师也很可爱 我每次说你是教母 你是女神 不是我不是 他觉得说 叫我们就不要叫老师 要叫亚青姐就好 不是那个教母 叫做阿母 然后那个就是 叫做阿嬷级的 然后再来就是 你讲到什么美颜 刚刚在讨论说 到底要怎么称呼我 是什么美颜啊 叫我们还是美身啊 还是瘦身啊 都不是啊 我就是一个很全方位 我就是创立品牌 然后创造台湾瘦身流行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产业 把这个产业带出来 因为台湾以前只有美法 美法跟美容 其实内政部那边 根本你要去做音乐登记 根本就没有 所以其实是产业走在前面 那我那时候是在法国看到美国 看到美国跟法国 他们有很多减肥机构 那他们的减肥机构都是 那我就把他们在国外 在美国 像美国有那个 还有Jenny Gregg 那我就把Jenny Gregg的那些方法 然后还有那个 他们的方法 整个复制到台湾 那我想说 台湾女人不是很爱享受吗 所以我就想 怎么能够让 弄一个 研发出一个 适合台湾女人的减肥瘦身方法 所以只要经过改良 是经过改良 然后也要吸取很多的经验 然后不断自己的学习 真的很佩服老师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 从4月4号开始 每个礼拜天的下午 4点到5点 妹登峰集团的董事长 庄晓卿老师 还有海玉芬 海芬呢 会带大家进入创业跟梦想 让大家在礼拜天的下午 都有满满的正能量 是 而且呢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最后呢 我们三个人讨论完了以后 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不可以讲我是什么 美形美身硕身都不是 这样格局太小了 你请你把我的格局拉高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 你看你的格局在这里 你看我的格局在那里 你看不一样 全方位 非常期待这个 庄晓卿老师的 梦想起飞节目 也非常期待 海芬跟老师 插出什么样的火花 是的 好期待 好 今天非常谢谢庄晓卿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也谢谢海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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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去锁丁小玉 秋明的POP抢先包 明天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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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